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最新的底盘就跟这个世代不一样 这款的底盘其实有很多车种是共用的 因为奥迪也是VAG旗下的一个品牌 所以他们有很多的底盘是共用的 像是福斯的TRAG 还有奥迪的Q7 另外一个是保时鞋的凯燕 所以这三种车款都是共用这个系统的底盘 那这个系统的底盘其实它原厂也可以选配气压悬吊 就是像冰式的S系列一样是气压的 那气压悬吊的避震器改法跟一般弹簧式的 因为有一些细部的零件就不太一样 譬如说前面的上座之类的它的形式就不太一样 那但是呢不论是不是气压或者是其他的汽油引擎 柴油引擎 二轮这个全部都市区的 不同的一个底盘设计 这一款车 KT 全部都办法有对应的规格 那今天这一款车车主光悬吊底盘系统 应该之前改装起来的总金额啊 我猜应该超过百万之谱 那因为像是待会会介绍到的陶煞 陶磁刹车系统 或者是说本来安装的KW系统 这个还有方形感还有锻造铝圈 还有21寸的很棒的轮胎加铝圈 所以这整个系统的话 应该啦应该都有超过百万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车主为什么 都是追求高档的一些零配件 但是这一次却选择是KT的品牌 是KT的话是有到达那个水平吗 那其实车主是已经有装过很多套KT的产品 那这一款Q7的话是因为本来脚下的这个KW 已经装了好几年已经有损坏掉的状况 所以才来选择KT 因为KT算是最大碗了 一套KT的话可以买KW 这一套的话应该可以买个三套 也还有找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原先KW的一个设计 KW在这台车凯燕还有TRAG的话 在避震器的部分的话 它都是踩一个外挂单气瓶的形式 但是不是V3的等级 它是外挂单气瓶 可是是只有弯位 就是只有办法调整回弹的速率 那在这一个集聚的话 它的单价 外挂单气瓶 所以它的单价 当然会比一般的还要高档一些 那但KW的话 的习惯大部分都是会沿用原厂上座 除非它比较高档的版本 那前面又刚好是配置卖花承的 它才有可能会做出一个 鱼眼上座的形式 或者的话大部分的设计 都是用沿用原厂上座的设计 那在调整车高的部分呢 它也都是靠一个预载弹簧 来改变车高的一个形式设计 大部分以这个版本来说 那这样的形式也没有所谓好与不好 是因为这样的形式的话 在调整车高的范围 它就会来得比较小一点点 然后在调整车高的时候 会因为调高 调高的话我们需要把这两个托盘 往上逼紧 这个弹簧会做预载 所以调高的时候的弹簧棒数 就会稍微比较高一点点 所以它是靠预载弹簧的形式去改变车高 跟一般我们所谓的同声可调 是不太一样的 那它的阻尼旋钮的话是在 这个是后方的悬吊系统 这个是后方的上座 它的上方的话 后面都装好了 上方的话 其实还有一个支币 那支币的话 是锁在 然后再锁这个避震器 它的后方的阻尼 是在这里 这里有一个旋钮 大概16到18段左右 这个前面的话 是在下方 在避震器的下方 在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KW的设计 前后都已经用原厂上座 前后都已经用原厂上座 都已经用原厂上座 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款车 还有其他改装很紧绷的地方 来这个是台湾 也是台湾BC做的一个锻造的铝圈 这个是21寸的 后面的话应该是10.5J左右 21寸以这样的重量来说 算还蛮轻的 因为锻造的 这个是PS4SUV的轮胎 也是还蛮不错的一个中规中矩的性能胎 除了刹车之外 前后防径感也都加出了 这个应该是爱把的吧 这个应该是爱把的 那我们先来介绍的是前面好了 前面我拿一个卷子 这个是前面的一个多活塞卡钱系统 这个经理比较不小的 但是我猜测啦 这个应该是R8的一个自动系统 这个是陶瓷刹车 这个盘镜的话大概是430左右 这个盘镜的话430 几乎可以把21寸都已经快塞满了 那前面的一个自动系统是陶瓦 后方的话一样是一个陶瓦 可是后方的话盘镜有稍微 盘镜的尺寸跟卡钱的尺寸 就做的比较小一点点 这个超大的 这个应该是对8是不是 所以这个的话也得要20 21寸的轮胎 才有办法塞得进去 那前面的悬吊系统 这三个车系刚刚讲的 TRAG 凯燕 还有Q7 它三个系统的一个前面悬吊系统 都是一样的 它算是一个多连感的双A倍悬吊 它的避震器的下方形式很特别 所以这一台单价 我们在销售的时候 就会卖的比较贵一点点 因为制造成本的确是贵出不少 那它的脚管下方 有锁了一个原厂的离仔串 这个离仔串 跟一般日系或者是其他车款不太一样 它离仔串特别特别的粗 就直接锁在下方的仰角上方 这个上面 这里可以看的 来 好 这个是原厂的离仔串 固定在这里的 然后这个是前面的避震器悬吊系统 但KD的话就不是靠压缩弹去改变车高的 不好意思 你镜头还要再拉近一点 来 这个是艾巴的 这个防晴感大概可以看到这么舒服 好 这个是前面加速的防晴感 然后前面的阻尼旋钮 它的上部形式 会有一个板件覆盖住 那要调整阻尼的话 因为这个是正叉嘛 它调整阻尼的方式是在上方 所以上方的话我们会钻一个小小孔 让它可以旋转束尼 那镜头应该 这个方向应该是带不到 会钻在这个BG的正上方 就可以调整束尼了 这个是Q7 对了 这一款车 是这台车 是3.0的柴油引擎 这个车还有 好像国外也有做到6.0的柴油引擎 很可怕 那一般自然进气 不是 是汽油版的话 好像有做到4200cc 但是这个我是不太记得的 动力的部分 因为这台动力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版本 那它后方的悬吊系统很特别 因为它是有一个特殊的斜度 由轮胎的这边往里面斜 那这个基座需要把它拆下来 这个基座的话 两边它分别两边有四颗螺丝 四颗螺丝 那下方的话 在避震器下方这颗螺丝拆下来 就可以直接把整个避震器把它卸下来 后上部的话 调整阻尼的方式 我们是设定在上方 所以要调整阻尼的话 就会稍微比较麻烦一点点 那这个车高的设定的话 今天预计大概是前面是两指半左右 后方的话是略高一点点 大概是三指多 那这一套系统 KT的一个避震器 这个是一般道路版本的设定 像我们里面所填充的主泥油 是用意大利IP的主泥油 这个也是蛮高档的油品 像是有很多开奥迪的车油 我看他们也有很多骑重机 像大型重机的话 意大利有一个重机的品牌 叫Aprilia 这个品牌它所指定的前后避震器的用油 也是使用意大利IP的主泥油 那像是在KT 攸关到产品寿命的最重要的油风 KT所使用的油风 是使用日本NOK的油风 所以整个在产品的寿命表现上 也都相当的不错 那KT本身就是一个制造的工厂 所以我们有完整的一个收服的体系 即便刚刚提到过的主泥油 有可能用了三年五年之后 会衰退会裂货 但KT的话 本身就是一个制造的工厂 所以可以针对这些需要维修 或者是需要整修的部分 可以来做一个翻修的动作 像这一套的系统 KT的话也有很完整的一个 一个售后服务的体系 像车主的话有告诉经理说 它的前面的馒头 因为用了好几年了 所以已经有换过 那KT的话一样 针对这些馒头、防尘套 这些耗材的话 都有办法来做泰换 我们在台湾来说 在北区的经销商 在中区的经销商 甚至是在南部的店家 我们都有提供不同车款的试承车 可以给车友们来试承 像今天的车友 也是使用过KT的产品 那也有试承过很多KT不同的车款 所以才把这个一套 大概十来万块的一个避震器 售中正行之后才换成KT的 所以很诚挚地邀请车友们 如果有机会的话 要比较避震器的话 很欢迎大家来找我们小编 来试承看看 那觉得产品有满意 再来考虑就好了 以上是今天奥迪Q7的一个 安装KT道路版避震器的分享 谢谢大家 拜拜